特别注意,刚刚那个Button部分,两种写法 那另外就是说那个程式部分 记得是从这边 这个DataRaw 当然如果说你要Dataicon 或者是什么Datainset等等的 反正前面有讲过的 或颜色你要改 当然你自己再去改 那这个是3-2 3-3 那再来就3-4 3-4部分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要 把那个之前的范例 之前有一个范例是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那个范例 原来的范例是 这个范例是 请输入1-5的数字 然后呢 我们假设输入5 按确定 认得出来什么了 就是一个英文5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改成什么 改成也是JQuery Mobile 不过我这边 稍微改一下它的界面 这个界面部分的话 就是改成这个3-4 所以你们可以把前面的 再建一个新档 或者是另存新档 我是建议干脆另存新档 把这边改一下 3-4 本来是2改成4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即时 那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不一样 各位没有发现 这边有一个拉杆 这个拉杆 你会发现 如果说我今天用拉杆 因为才5个数字 如果让人家输入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怎么样 反而它会容易输入错误 或者是输入超过 那如果它不是输入1到5的话 比如输入到6 6刚好没有对应到 那不是程式就bug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 这个叫range 那range实际上它的位置 按确定好了 显示在这里 OK 所以3-4的题目需求就是这样 第一个 用range 一样会帮你输入 所以你拉杆的位置 它会自动帮你填到这边来 当它输入完之后 按确定 自动把结果输出到这里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基本上 先来看一下界面 界面当然没有 很特别的地方 主要也是用什么 用那个上面JQuery Mobile相关的元件 里面的话 大概有哪一些地方比较特别呢 OK 来看一下 基本上 第一个 这个看起来好像都一样 实际上 它也是input type 只是说input type 你可以看到程式里面 只是本来是test 把它改成range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呢 它的那个value value是预设值 这个预设值 其实可以加个 它主要是这两个参数 mini 跟max 这一个1 最小是1 最大是5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试着 刚刚那个成绩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改成range 这个range 就是你可以设0到100 那设定的方法 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这很简单 Enter一下 Zoneevo我觉得这蛮贴心的 实际上就在上面 它叫做 JQuery的滑杆 你使用的方法 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一样会自动帮你 加一个field content 里面一定会给你一个label 那底下的话呢 当然我是把那个ID改过了 ID名称叫lumber Mum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注意一下 把这个改一下 它原来叫slider 再来的话呢 形态是range 这个不要改 参数部分的话 请特别注意哦 它的mini最小值 那因为最小值 我实际上是1 最大值是5 所以我就输入5 OK 按个确定 好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OK 那其他的话应该没什么变化 好 那再来就是说那个确定之后 我希望能够按下它 它能够自己帮我去做程式的 这个判断 那判断的方法呢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跟前面其实差异性不大 其实我这个地方的程式 也是从那个 我们前面的那个练习 把它抓过来的 那所以一样是在那个 这个这个 黑的 这个黑的上面 做程式撰写 当这个 这个 其实后面有省略一个叫 Document.Ready 当他Ready的时候 先帮我by的 Click 这个事件 当这个被Click的时候 帮我执行什么 CL这个方法 OK 那这个写法 其实 其实我跟各位讲 其实JK Mobile 它很麻烦一点 就是说 它的写法 非常的多 超过五种以上 而且还有新版 跟旧版的写法 写法也不一样 那有一些新版 不见得完全相容旧版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后来我写一个 最安全的写法 怎么样呢 这种写法 新版旧版都没问题 因为我有试过 可能写了其他方法 旧版 如果我们比如说 保留旧版的话 那它就不过客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种写法 是比较安全的写法 但你在其他书籍里面看到 它的写法 不见得跟这个一模一样 而且我发现 每一本写来写去 居然都完全不一样 这才厉害 那每一个写法都可以执行 这也很厉害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并不是说你那个书有什么问题 而是因为它太多种写法 那怎么办 最好是 你自己要有自己习惯的写法 你不要一下子用这个就call这个 一下call这个又call这个 每一个可能一样的东西 你居然有好几种写法 最后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写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因为JQ的写法太多了 这个真的要注意 并不是说 为什么老师你这样写 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你就找一个最安全的写法就对了 OK 你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学 其实学程式最怕是这样 就是好像什么都要 但是你什么都要不到 每一本书都看 每一本书都看不懂 OK 最重要不是给你看 是你要去实作 其实程式要写的好的人 一定不会拘泥于书本里面的知识 最重要 因为你说你很会讲 你做给我看 大家其实最重要是看到结果 对不对 你看到结果之后 你还怀疑他说 你到底会不会写程式 对不对 你问这个问题 不就是太奇怪了 他都已经给你看到这么多作品了 你还质疑他会不会写程式吗 当然不会了 你只是会觉得 哇 你怎么这么厉害 对不对 OK 还是你看到最后的结果 那写法 基本上我是这样写 比较好记 而且比较一字性 所以你 当然如果将来 你习惯用别的写法 没关系 你自己下去改 但是你要记得 你那个写法 你要自己会习惯 不要写太多 自己都忘记 好 那执行他 所以执行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 大概就我们刚刚讲 所以前面本来 这个地方是prong 就是跳出什么 让使用者去填 那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是直接去抓 这里面的值 跟着 抓这个里面的值 这里面的值 我名称叫 这个NUM 这个我取的名字 点value 所以把这个名称抓过来 假如说我这边 选了1 它1就抓过来 所以它的变数里面就放1 如果等于1的话 那就是输出这个 等于2 等于3 一直类推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最多到5而已 当然未来如果你要很多 你要给那个 比如说人家当练习 一些给小朋友玩的话 那你可以 其实这个可以变化很多 可以让他自己再去增加一些这个东西 然后最后显示出来的话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这边有一个range 可以这样拉 其实导致还蛮顺的 你们可以放在手机上 那边踹踹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试着把那个CH03-4 这个是把那个123转成英文 好